大家好 今天是美国阵亡将士的纪念日 当然美国总统川普还有他的夫人都参加了 一些活动 美国各地吧 因为他们现在正是疫情情况下嘛 也开展了一些有限的活动就是 我看到路边的招牌说是 集会不会去进行但是可以进行网上 我想说呢 我又看了一下推特上面 我也转发了转发了嘛 推特上面说什么呢 说有一个词条啊叫自由不是免费的 自由不是免费的 有人会讲 说美国人的自由 或者说人类社会啊 自由 今天的世界啊大部分国家都可以成为自由国家了 大部分国家 尤其是西方国家 但我问你 他们自由从何而来 英国 法国 德国 日本 澳洲 等等等等等等他们的自由从何而来 包括加拿大 美国 有人说他们的自由 天赋人权 一生下来就有 不是这样的 朝鲜一生下来 有吗 中国一生下来有吗 阿富汗 伊拉克 还有 沙特 有吗 古巴 不是这样的 那上天付给你自由 付给你台湾付给你什么美国付给你 德国法国日本 那就没付给这些国家了 就天赋人权他们就不是人了 那天 这个星球上 大部分国家的自由 都来自于美国 因为美国的澳战 澳战 后面有一辆车来的 噪音很大 还有个ATV 辆车 红火车 ATV 就是一个那种3D车 我要说呢 今天的世界 几乎所有国家的自由 都是美国富裕的 当然你会觉得 我就不相信说 英国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包括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怎么可能呢 我告诉你 美国是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超级大国 超级强国 他主宰的世界 他从人 把人类从澳战中解救出来 有人说欧洲走向了一个人类文明的什么什么呢 欧洲没有 欧洲失败了 欧洲走向了民族主义 走向了法西斯主义 没有美国 参战 欧洲早就完 完蛋了 德国没有什么自由 德国是希特勒 法国已经亡国了 没有美国的话 苏联也会完蛋 意大利也是独裁 然后西班牙葡萄牙都是独裁 英国也会完蛋 有人说你的自由是源自于什么 有人会讲说我的自由是一个公民对你的政府提出言论自由 提出自由提出你的什么各种诉求 那还有一个强权会压迫你呀 就你的国家 政府不压迫你的 那别的国家的政府压迫你呀 澳战的时候 德国人压迫英国人了 对不对 没有美国的参战英国的沦陷是早晚的事情 英国都准备跑到加拉 就早晚的早晚的问题早和晚早晚会沦陷因为他们根本跟德国没办法进行 抗争 因为他们的自由 为什么他们的自由没有强大的武力去捍卫 你热爱自由吗 独裁者希特勒全部把你送进集中营 全部杀光 所以说欧洲有没有什么 那欧洲的自由从哪里来欧洲人的自由 美国 美国保卫的欧洲 如果不是美国保卫 冷战之后 澳战之后的冷战 欧洲就会陷入苏联的铁蹄之下 毫无疑问了 共产主义化 所以欧洲的自由来自于美国 那么日本的自由呢 毫无疑问来自于美国 韩国台湾都是来自于美国 没有美国你们早就完蛋了 那日本没有没有美国 那日本就还是法西斯国家了 都完蛋 包括加拿大什么许多地方都完蛋没有美国 没有美国的参战 他们都完蛋 他们跟日本都没有办法进行作战 因为 因为独裁者的 邪恶力量的强权 会让你屈服 他们的武力 当然你可以说选择不屈服 那他们会杀掉你 对不对 你说你很勇敢 你不屈服 他们会杀掉你 但是你并不会影响他们 进行独裁统治 你并不能够影响他们 比如说当年日本人 当年比如说德国人不管是德国跟日本啊 侵占 亚欧大陆 都把你们给杀到听话为止嘛 说白了就是这样嘛 你们都没有自由 那美国 美国拯救了世界嘛 你并 事实就是这样 美国拯救了世界 而且美国 用他 打遍世界之后 美国拯救了 亚洲 拯救了那个日本 拯救了欧洲 然后把他们拉入了资本主义圈 政治上 民主选举 经济上 自由市场 然后通用货币都是美元 美国把他们拉进来了 美国同时用武力 保卫了他们的安全 他们的自由 来自于美国 美国 否则他们都完蛋了 有人说欧洲的思想充满了那种 叫做 自由主义 或者或者说欧洲人对自由 民主什么什么向往 不是 欧洲走向了失败 欧洲完全走向了失败 欧洲产生的民主主义 产生的希特勒 产生的莫索里尼 欧洲产生了太多的独裁者了 欧洲本 我说过欧洲是人类文明 之地 他走歪了 他是有思想启蒙 是有什么宗教改革 是有怎么样 是有 但是欧洲 失败了 包括日本 都失败了 不要认为美国跟欧洲 很像 错 美国跟欧洲 几乎是完全不一样 我可以告诉你 完全不一样 不要认为西方美国跟欧洲很像 完全不一样 我以后会讲啊 我以后会讲 对了 我以后会讲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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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关系 我以后会 roof 费了 我以后会见 这张手 有可能 是 窦 我以后会 是